在股票市场中,像是闯红灯一样的冒险行为是不可举的 当趋势转空时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不予以重视 可能会认为没有关系 但如果其中一次导致了重大损失 那将会是一种终身的遗憾 就像开车一样,闯红灯可能一次、两次没有发生意外 但只要发生了一次事故,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因此,对于操作股票来说,需要遵循市场规则 谨慎行事,一旦趋势发生转变 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操作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不要轻视市场的警示信号 避免因为冒险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成功的投资者都懂得保持谨慎 稳健的前进,而不是盲目的冒险 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,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